我想问现在来的新年好像有些身份上高的改变, 即是婚姻还是做婚姻 你问我是否失婚妇人, 即是新征头, 一个不过意, 你知我人有时都喜欢帮忙, 不过意帮忙帮忙, 有人提名我做公主, 现在得到一个公主的名显, 以后我见到我老公都叫她下跪, 你们不用,你们不用, 这是什么公主? 这是一个叫水上丝绸之路, 又叫穆斯林的一个公主, 英国有温沙家族, 我们这叫Benzam Mono, 大家以后见到我, 叫声我石楼公主, 我都很高兴。 有没有什么特权, 即是可以出入行VIP? 你去马来西亚真的可以, 因为只要我那时做公主, 我老公的身份自动称为拿督, 是呀,一鸡两尾, 他现在是拿督, 即是我们申请他去拿督, 如果我进去马来西亚, 我做些申请, 或者一些伊斯兰国家做些申请, 我可以行红地线, 想起开心, 其实是无事的, 做公主没什么特别, 公主当然特别, 我做公主没什么特别, 为何我觉得人一世无一世, 有个公主名咸, 过不过瘾, 贪得意都挺过瘾, 人家有机会提名, 我很好, 所以在新几年内, 跟着变了Princess Yuenlight King, 我叫Yuenlight King, 真名, 即是今次这个叫真名曝光, 是真实身份曝光, 真名是Princess, 真实身份, 名是Yuenlight King, 哎呀, 其实我出世时这个名字 已经预示了King, 我已经是王族, 其实我从小已经是King, 但今次过年今年有何特别, 预告想在香港多些农年, 还是会怎样? 新的一年应该会很忙, 因为会有很多东西落地, 首先落地就是一些大健康的东西, 跟着我的生化公司, 我又会搬去内地, 将它遍地开花, 跟着将直播的事件, 希望将它带回香港, 亦都希望搞学校训练, 搞得训练学校, 其实所以在农年内, 真是龙那么威, 然后说真的一定要龙马精神, 否则就没有体力做事了。 你会搬回外地, 很多基地, 那你家里的王子公主怎么办呢? 你说我的狗? 是的。 我家里的王子公主, 你放心有诸人照顾的, 还有我单无小的回来, 我又不是走了不回来。 但是现在你说, 今年会否有些目标给自己, 你说我想要事业上高, 感情上高, 还是有什么目标呢? 跟拿督有没有什么? 又跟拿督有没有想制造下一代, 制造多个拿拿声, 小拿督, 没有, 其实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做事的人, 未来新年内, 希望将健康带给人, 将开心带给人, 将资讯带给人, 将分享带给人, 所以未来新年, 我都会像往年一样, 将我所有时间放在做事里, 当然做事上得到快乐, 得到满足感, 都是我要求的, 是我所求的, 希望求人得人。 现在做公主片酬是否贵了? 不拍的片酬是否贵了? 不拍的片酬是否贵呢? 那你摄影是真的吗? 摄影不是真的, 是不拍而已, 摄影和不拍是两件事, 摄影就完全, 你找都不用找我了, 不拍呢, 你来找我, 我先想想想, 大家都是回答你不拍的, 是呀, 我买了一顶皇宫送给自己, 我都比较低调一点, 没那么过分。 是否买鑽石, 想着今年是不留守的, 买一些皇冠, 才襯托得起你身份呢? 这样的, 我是个低调一点的公主, 虽然我的名銜, 加上身份给了公主, 但我不希望太张扬, 我希望是一个开心公主, 欢乐公主, 带给你的就是开心和欢乐。 那些网民或粉丝在街上, 看到你之前是做, 可能叫你单姐那些, 石楼姐那些, 我最近一直播, 一直告诉别人, 但我未宣布我公主身份, 但已经告诉别人听, 我是公主, 来公主直播间买东西, 未来我希望大家叫我做公主, 或者是石楼公主都可以。 石楼公主有什么要跟粉丝拜年? 希望所有女性, 女孩子们, 好像我这样, 变了公主那么尊贵, 好像有公主那么任性, 任性是你喜欢买什么都可以, 好像有公主那么多人痛爱你, 希望所有男孩子变成王子那么疲惊, 做得皇帝的, 做皇后做皇后, 总之一句说完, 哇, 今年啊, 旺旺旺旺旺旺, 身体健康, 如意吉祥, 大吉大利, 一本万利, 龙马精神, 如如得水, 合家平安, 恭喜恭喜!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啊!